修复心灵的漏洞,安装爱的补丁 大家好,欢迎来到心灵回收站 跟秦毅在一起五年,终于要修成正果 今天是我26岁的生日 也是他向我求婚的日子 包厢在高端会所 现场布置的美轮美奂 不输给一场婚礼 秦毅邀请了我们共同的好朋友 以及双方家人 此刻,他手捧艳红的玫瑰花束 求婚的台词其实也很老套 但是他说 清清,大俗即大雅 我知道你懂我的心 嫁给我吧 看着他眼底浓郁的深情 我敏唇微笑 准备接过他手里的花 忽然,听见闺蜜沈新月的声音 笑吧,笑吧 蠢货,他爱的人是我 腰好酸 昨晚秦毅豪猛 不行不行 不能想 好羞羞 我手一顿 震惊地抬头望过去 却看见沈新月仍是先前那副模样 脸上一满温柔笑意 无懈可击 可等我低下头时 那声音又响了起来 吓死我了 突然看我干嘛 我还以为说漏嘴了 哼,现在还不是时候 但是宋清清,早晚我都会把这些话当面说给你听 耳边嗡嗡嗡地响 我不敢置信 而秦毅毫无察觉 又说了一遍 清清,嫁给我吧 我看了看她,又看了看沈新月 忍不住开口试探 新月,你说我要答应吗 沈新月立刻上前抱住我 眼里疏然涌现泪光 清清,你是不是紧张了 别怕呀 秦毅跟你这么多年 大家眼睛都看着呢 你放心 要是以后她敢欺负你 我直接把她剁了 我盯着她的脸,装作害羞地点点头 秦毅,我答应你 下一刻,沈新月的声音又来了 有什么好紧张的傻瓜 这一切都是假的哦 可我看得清楚 她压根就没张开嘴 所以,我这是能听见了她的心声吗 再联想到那些话 我顿时浑身冰凉 我答应秦毅的求婚 欢呼声响彻了整个包厢 秦毅搂着我的腰要亲过来 而我撇开脸 下意识看向沈新月 她正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们 我捶了下秦毅的胸膛 故作娇羞 大家都在呢 晚上回我公寓 秦毅愣了愣 下一秒立即抱起我原地转圈 她放低了声音问 你愿意了 我脑门贴在她的肩膀上 点头 余光暗暗打亮沈新月 用只有我们三个人才能听见的音量说 嗯 今晚我就是你的了 几乎是下一秒 我就听见沈新月的声音 什么 宋清清你不是不同意婚前性行为的吗 你个贱人 秦毅是我的 可她明明还在笑 望向我的眼睛里充满友善 我心里泛起一股恶心 把秦毅推开 攥紧颤抖的手 我竭力维持镇定 我去下洗手间 秦毅说要陪我 被我拒绝了 走出包厢 我忍不住打个冷战 明明是阳春四月 而我却感到彻骨的寒 在洗手间里 我双手捧水 不断泼在脸上 脑袋才逐渐清醒 比起拥有毒心术这件事 沈新月的心里话 让我更加震惊 愤怒 一个是我相爱多年的男友 一个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们一起走过整个大学的轻松岁月 再步入社会 交情非同一般 可是他们俩居然 居然都滚到一起了 为什么要联合起来欺骗我 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还要求婚 我又惊又气 反而哭不出来 追溯以往 他们俩也不是无济可寻 比如沈新月朋友圈里 一起吃饭的那只打了马赛克的男人的手 比如我缺席的大学同学会 他们俩的电话都打不通的那个晚上 远远不止那个晚上 他们有很多个夜晚都同时联系不到 而我还傻傻地以为是个有个的事 却不知道 人家正在共度凉宵呢 我在洗手间待了许久 直到沈新月来找我 清清 你还在吗 你没事吧 做了几次深呼吸后 我才打开门出来 说道 没事 就是觉得有点不太真实 沈新月亲密地挽住我的胳膊 你是幸福地要晕过去了吧 清清 还是你过得最好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一点也听不出极度的成分 我强忍住想要甩开他的念头 怎么会有人有如此天差地别的两副面孔 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做什么 我决定将计就计 新月 你第一次的时候 痛不痛啊 沈新月勾起暧昧的笑容 我仔细盯着他瞧 这一次我没错过他眼底的音语 你晚上要跟秦逸 但你不是想留在新婚夜吗 我想了想 秦逸这些年忍得也很辛苦吧 毕竟是正常男人 真是天真的小傻瓜 还真以为秦逸为你守身如玉呢 我又听到他的心声了 清清 我好奇问个问题 这么多年 你都没怀疑过秦逸在外边会不会有 我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叹口气 其实是不大相信的 但男人嘛 在外边玩玩也没什么 真要憋坏了 以后不幸福的也是我自己 再说除了我 其他都不是名正言顺的 一律当机看待 我跟一只家秦计较什么呀 秦逸心里肯定只有我 不然他也不会跟我求婚 新月你说是吧 沈新月重重点头附和 那肯定了 不然我才不会放过他 然而他的内心却在嗷嗷咆哮 你才是鸡 你全家都是鸡 等秦逸把你老宋家的家底都掏空了 你就只配去当鸡 听到这里 我的脸色骤然冷了下来 我说呢 不畏色那只能是畏才了 沈新月还在无声谩骂我 我慢慢抽出自己的手臂 站在镜子前洗手 低下头的瞬间 我冷冷一笑 该说他们是天真还是无知 胃口这么大 也不怕被撑死 当天晚上 秦逸并没有顺利踩进我公寓的电梯 疗养院打来电话 说秦妈妈这两天不吃不喝不睡 现在到点又不肯上床 让他过去看看 我心想 真的好巧 用手抵住他要靠过来的身体 我体贴地说 去吧 你妈妈要紧 我知道他肯定会去 至少在我面前 他一向都很有孝心 假装看不懂他眼里的眷恋及懊恼 我一直保持微笑 秦逸沉沉叹气 然后转身离开 我目送他的背影 渐渐冷下脸 就算没有疗养院的电话 今晚也不可能让他进公寓 至于他是真的去看他妈 还是和沈新月在一起 我不想在乎了 我需要一点独立空间 冷静地里一里这操蛋的现状 比如 他们俩是什么时候搞上的 其实沈新月一开始和我并不是很合拍 我们虽然是大学社友 但他独来独往 跟谁都不亲近 直到他和我先后交了男朋友 我们之间才有共同话题 这几年 他偶尔会在朋友圈 发一些感情方面相关的文字和照片 我一问起 他总是笑笑说 有好消息会和我分享 现在回想起他那时的神情 总觉得别有深意 心里一阵顿痛 以前他和秦义关系并不好 两人还时常为我争风吃醋 原来都是假的 我忍不住要为他们鼓掌 他们用史诗级般的演技 给了我一场灾难级的背叛 至于秦义 我也没想过会和他走到现在 这些年 他对我的好有目共睹 而这种好 在我歌嫂意外过世后 与日俱增 可我没有多想 只当他是真的在心疼我 因为他说过 清清 虽然这世上少了两个疼爱你的人 但我会加倍对你好 不会让你受委屈 听听 他多会说话 我嘲讽地扯扯嘴角 拿过车钥匙回宋宅 在家里住了几天 我决定还是先不把实情告诉爸妈 他们谈起秦义 已经从以前的挑剔到现在的赞不绝口 我默默听着 心却越发抽痛 连在生意场上叱咤几十年 越人无数的爸爸都有看走眼的时候 秦义 沈新月 你们可真是好样的 跟人的贪念比起来 我不会天真的以为对他们好 他们就会感恩 既然是他们先越界 那我也不会跟他们客气 我开始一方面积极关心家里公司的情况 一方面联系我那刚留学回来的发小 请他帮个忙 两天后 我约大家吃饭 在餐桌上 我把顾清和介绍给沈新月认识 大家都是成年人 不需要明说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以前我也有提过 要给沈新月介绍对象的事 但她都拒绝了 她要么说不着急 要么说想找门当户对的 而我介绍的条件 都比她家里要好太多 不合适 沈新月说 轻轻 豪门婆婆不好相处 我可不想被拿捏 我竟然还觉得她说得对 所以 这就是她看中秦毅的理由 秦毅只有个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妈 还大概率会成为宋家女婿 我妈四十岁的时候才生下我 如今他们年事见高 而三年前 哥哥嫂嫂因为飞机事故去世 他们都还没要孩子 所以宋家只剩下我一个女儿 如果沈新月能够忍辱负重 等秦毅拥有宋氏集团的掌控权时 她可不就是飞上枝头变凤凰 那时候 她的确会比我风光许多 我猜透沈新月的算盘 不过这次找顾清和帮忙 自然是有足够把握 果然 沈新月看了我给她发的消息后 心思立刻活络起来 这个富二代比秦毅更高更帅更耐看 而且从小没有妈 这样的男人心里一定很缺爱 一看就很有涵养 我居然有点心动了 我含笑听着她的心里话 抿了口水 受我所托 整顿饭上 顾清和对沈新月都格外照顾 她一双寒情的桃花眼 好几次都把沈新月看红了脸 她还为她包皮皮虾 虽然手法生疏 但胜在有心 顾先生 不用麻烦了 我自己来 为什么不叫我的名字 是我的名字不好听吗 不是 不是 沈新月摇头否认 顾清和紧绷的脸 立刻染上笑意 那以后都叫我名字可以吗 新月 好的 清和 新月 你声音真好听 喜欢唱歌吗 我明天可以约你一起唱歌 沈新月想了想 然后矜持地点头 不得不说顾清和真的很会 要不是我知道她的德性 也会以为她对沈新月一见钟情 她表现得也太明显了 宋清清介绍给我的 应该是个好男人吧 比较下来 秦义还是差了一点 如果我能拿下她 也就不输给宋清清了 我扬了下眉 不明白 她为什么想着要跟我比 不过联想到她的成长 又有些懂了 沈新月从小家境贫寒 但她好胜心强 是一路靠读书从山区走出来 按她自己说的 她就是不断地跟同龄人做比较 一路比过来 才走到今天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成为人上人 她当时表述观点时 话里话外满是自豪 而我竟然还觉得 她说得对 这是一个多么独立 要抢有上进心的姑娘 压根就想不到 自己其实也只是她的一块跳板而已 我忍不住咬牙安慰自己 没关系 现在知道也不晚 这顿饭 大概只有秦义一个人 食不知味 虽然她看似没表现出任何异样 但是嘛 女人的直觉 我知道她心里不痛快 才会一言不发 她脚踩两条船的时候 一定很得意 可沈新月本就是个 道德感不强的人 能找她 当然也可以找别人 秦义一路都很沉默 而我心里想着是 也懒得拿沈新月刺激她 送我回公寓后 她又去公司加班 我以多锻炼她的美名 让我爸加塞了两个大项目给她 就目前来说 她还是可靠的 这阵子她应该都很忙 忙到没空来打扰我 秦义前脚刚走 后脚沈新月的电话就打进来 以我对她的了解 当然能猜到她是因为什么 清清 我到家了 你到家了吗 嗯 到了 我刚想问你呢 不过顾清禾从小做事就很靠谱 她送你回家我放心 我又开始给顾清禾造人设 说完 我问她的感觉如何 沈新月很矜持 挺好的呀 很细心的男人 但太面面俱到了 这样的人是不是对谁都一样 我立刻打消她的疑虑 肯定不是啊 她什么身份 没必要照顾别人的情绪 他们顾家的男人都是情种 顾伯伯早年丧妻 一直都没有再去 顾大哥也低调的 没有一点娱乐新闻 新月 我肯定都替你把关过了 不过最终还是要看你们有没有缘分 沈新月笑了笑说 那就顺其自然吧 可我拿着手机 分明听到她的心声 什么缘分不缘分 我才不相信 我只信是在人为 原来打电话的时候 读心术也有用 我让顾清禾年沈新月 年得紧一点 最好这段时间 我都不想让她跟秦毅 在我的眼皮底下勾搭 但我没想到顾清禾追她 追得人尽皆知 连顾大哥都找到我 清禾让我来问你 顾大哥在圈里 一直都是神一般的存在 比如他此刻只是轻轻一撩 眼皮看我 上位者的微压 便压得我立刻实话实说 反正他要是去查 也是能查得到 顾大哥听得直皱眉 我在一旁看得心惊胆战 幸好他没说什么 你自己有主意就行 有困难跟我说 谢谢顾大哥 不过我自己应该可以 我攥紧拳头 收拾渣男贱女 我很有信心 顾清禾说 沈新月的顾虑很多 大概就是想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她要是不搞的轰动点 决心不表示的强烈点 拿不下她 我心想也是 于是就让她自由发挥 一个月后 沈新月在朋友圈关宣了恋情 我第一个点赞 并且和秦义分享 秦义的反应很平淡 只是越平淡 越会出大事 果然 斯嘉侦探拍到她一脸受伤的 找沈新月理论 气势汹汹 可沈新月 不过是先是了弱 甩个锅 秦义就心疼地把人揽在怀里 秦义 我当然只爱你 但轻轻的好意 我不敢拒绝 我担心 她是不是已经知道一些什么 才会故意答应顾清和的 不论我做什么 都是为你着想 而你居然不相信我 秦义像没脑子似的 她说什么就信什么 我没有不相信你 只是害怕失去你 我完全不敢相信 这是我认识的秦义 原来 她喜欢的是这一款啊 可我从来不会扮柔弱 装可怜 你放心 她不知道 不然她爸不会 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我 宝贝 我好想你 两个人诉了这么久 很快就滚到酒店的床上 我关掉录音 发给了顾清和 调侃她 你不行啊 顾清和过会后才回复我 靠 她表得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不过 沈新月骗了秦义 顾清和说她 最近总会有意无意提起未来的事 比如订婚 她开始有意疏离秦义 私家侦探又连续盯了大半个月 他们都没再来往过 这一大笔费用 我是白花了 秦义最近心情很差 看来她对沈新月是动了真心的 而身为未婚妻的我 怎么舍得让她这么难过 于是我向我爸提出 把她升到总经理一职 上市集团 27岁的总经理 好几家财经媒体邀约采访 秦义一扫阴霾 正是春风得意时 她对我愈发嘘寒问暖 只不过 我让她以事业为重 而我最近这段时间 都在学习管理的知识 她忙碌 我也不闲着 所以我们私下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 秦义很支持我学习 当然 主要是她也不知道我在学什么 回顾过去二十几年的日子 我一直都过得顺风顺水 哥哥还在时 家族的重担不会落到我身上 但现在不同了 我的开窍让爸妈很开心 虽然他们一直都不想强迫我 包括我不接受联姻 要拥有婚姻的自主权 连读书时跟秦义这个穷小子谈恋爱 我妈也没说什么 只叮嘱我别轻易把自己交出去 不过现在 我能主动承担家业 他们一致认定是哥嫂显灵了 毕竟哥嫂走后 爸妈怎么苦口婆心都没劝动我 才有了后来慢慢接纳秦义的过程 想起哥哥嫂嫂 我难免一阵心酸 也许求婚那天突然拥有的毒心术 真的是他们在帮我 所以 我一定要让秦义离开宋氏 不过现在 他都坐上总经理的位置 没有秘书不合适吧 于是我又让顾清禾 陪我去圈内最高端的会所 选了个漂亮的年轻女人 在烧架包装后 一路绿色通道 送到秦义面前 值得一提的是 我去会所那天 遇见了顾大哥 他像是不常来的样子 脸色冰得能动人 而他身边里外围了三圈身材曼妙 妆容精致的女人 我们领着林笑笑下楼时 正好和他四目相对 看到我们 他的脸色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沉了下来 顾清禾吓到腿软 无力地靠在我身上 被顾大哥单手拎开 还没被质问 这家伙就指着我说 哥 你信我 我是陪清清来的 我嘴角抽搐 虽然是实话 但你也不用坦白得这么快吧 顾清禾目光盯在我身上 那股无形的压迫感又来了 还能咋办 我又老实招了 听完我的计划 顾清禾神情有些怪异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无奈笑道 你这绕了一大圈 是觉得太无聊 给自己找乐趣吧 他说得对 我确实绕了一大圈 我是可以在被求婚那天后开始收集证据 然后跟秦义和沈新月当面对质 让他们有多远滚多远 但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 怎么够解气 我要的是亲手把他们送到云端 再让他们狠狠跌下来 也长一长被戏耍 被欺骗 被背叛的滋味 过程是漫长了点 可我有的是时间和耐心啊 我已经不愿意去回忆 秦义当初追我的一腔热血 和眼里藏不住的爱慕 他那个时候应该是真心的 人心一变 我知道 我也可以接受爱情的变质 却独独不能原谅他们无耻的野心 只是 我内心里对年少的感情 依然有一丢丢期待 而现实是 秦义不配 他能被沈新月勾住裤腰带 当然也顶不住林笑笑倾慕的眼神 风月场所闯荡过的女人 她根本不是对手 我从林笑笑那里得到的消息是 秦义再一次陷进去 她不仅为林笑笑解决莫须有的经济危机 甚至还帮她家里人解决困难 林笑笑要真的只是个刚毕业两年的大学生 一定会对她死心塌地 不过有了前车之鉴 我找林笑笑 自然是有绝对的把握 爸妈旅游回来 对我打着他们的旗号 给秦义塞秘书这件事完全不能理解 我知道是时候告诉他们真相了 秦义已经不爱我 他现在缠的是我们宋家 我要让他自己离开宋氏 我没提到读心术的事 估计谁听了都会觉得荒诞 只是本以为爸妈会难以接受 不料他们很快就冷静下来 轻轻 爸妈真的老了 看人都看走了眼 爸爸惆怅的语气让我鼻尖一酸 爸 不是你老了 是你太相信我 因为相信我 所以对秦义带了滤镜 他们起初虽没有直接反对 但也是不情愿的 只是最后都医了我 和爸妈进行了一次走心交流 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我彻底安心 顾清和知道后笑话我 你脑子里想啥呢 秦义姓秦 他就是再好 也是外人 他又说大实话 但我嘴上不认输 秦义好歹也是我爸一手栽培出来的 我以为我爸 他是为谁栽培 为他自己吗 你爸还不是为了你 现在你自己都做了决定 他本来就看不上秦义 圈子里的青年才俊 不要太多 我估计你爸心里还高兴坏了 我忍不住翻翻白眼 行行行 就你厉害 承让承让 顾清和说起正事 差不多可以收网了 沈新月已经不再暗示 而是明示 他还想给我生孩子 我真担心他给我下药 回我清白 嘴里的茶水差点喷出来 你有什么清白 你说你哥有清白 我还能信 顾清和黑黑一笑 这次没跟我抬杠 而是重复道 真的 那女人手段多得很 我好怕怕 要是什么时候被他阴了一把 我一定会被赶出族谱 我忍俊不禁 不过他说的有道理 差不多是时候了 让顾清和甩沈新月并不难 我手上有太多 他和秦毅在一起的照片视频 还有录音 而最近那次 是沈新月已经答应顾清和的交往 当然 对峙的照片里 是看不到男人的正脸 当顾清和双眼通红 活像一只被绿了的王八 质问沈新月时 我都被震撼了 这演技 我心里疯狂为他点赞 沈新月咬死不承认 可是我们还有他在床上的录音啊 这段录音 我找专业机构对比过了 就是你的声音 新月 我这么爱你 为了你 我愿意和整个顾家对抗 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沈新月泪流满面 苍白的唇都被他咬出血 但他还是不肯说 顾清和悲痛到站都站不稳 最后提出分手 甩手离去 而沈新月则哭晕在我怀里 他醒来后 还继续抱着我哭 轻轻 他不信我 他为什么不相信我 到底是谁害我 哪个贱人 我自动停闭肮脏自演 新月 不是他不相信你 邮件是直接发到他爸和他哥那边 顾清和肯定做了很大的努力 但没有用 因为照片和录音都是真的 你就是把他给绿了 活该被分手 显然沈新月懂我的意思 他听完一正 又继续哭哭啼啼 到底是谁这么无聊 见不得别人好 呜呜呜 我再也找不到比清和对我更好的男人了 是啊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 都没想到他这一次会这么认真 你看他刚刚一个大男人 眼睛都红了 新月你 你还是不肯说吗 沈新月一直摇头 要是我说我是被强迫的 你说他会信吗 我在心里疯狂呕吐 但我表现得很担心他 真的吗 是哪个人渣敢强迫你 新月你快告诉我 不过 顾家手上也许不止这一点点证据 眼下你最好还是实话实说 要真受委屈 顾清和一定会理解你的 沈新月不再说话 我也陪着他沉默 只是耳朵里全是他的心声 轻轻说得对 清和一定都知道了 才会对我死心 我要是撒谎 反而招他厌恶 会是秦毅吗 我抬了抬眼皮 他能联想到秦毅 也不难理解 毕竟在他有限的认知里 完全不知道豪门的各种手段 不过沈新月很快又推翻自己的想法 因为秦毅不可能自掘坟墓 分手的是给了他不小的打击 作为闺蜜的 我少不了多多开导他 他追你的时候那么轰轰烈烈 指不定让水眼红了 他肯定很不好受 但顾家也要名声 算了吧 新月 看你这么难过 我都恨我自己 早知道就不介绍顾清和给你了 听到这里 沈新月眼里才有了些光彩 你别这么说 我要谢谢你 真的 这段感情虽然收尾不太好看 但过程我真的很开心 那当然 毕竟可是让你体验到了 差点嫁入豪门的感觉 我没再问他照片里男人的事 问多了他反而会起疑 又过了几天 沈新月逐渐收拾好心情 他还问我跟秦毅怎么样 实不相瞒 我等他这个问题等了好久 公司里的事差不多都交给他 就是他越来越忙 没什么空陪我 年底先订婚吧 然后可能明年就举办婚礼了 我红着脸很害羞地说 沈新月听得整个人愣住 过了一会后 他才不太自然地说 这么快吗 那真是恭喜你们了 秦毅都当总经理了 那你们 那个了吗 我倒是没想过他会问这个 还没 他很尊重我 沈新月突然笑得像朵花一样 是 他一直都很爱惜你 宋青青啊 宋青青 你还是这么单纯无害 不对 秦毅肯定有别人了 宋青青你 真是蠢不可及 他竟然能这么快就猜到 所以 秦毅当时会上钩 也是因为下半身的需要 我心里轻哼 更加看不起秦毅 为了让这对久违的情人见面 我特地办了一个小小的恋爱周年庆祝会 沈新月欣然答应参加 而当天 秦毅是带着林笑笑一起来的 我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十分配合秦毅秀恩爱 爱与小情人在场 她也不可能对我做什么亲密的举动 林笑笑很高调 十万块的包 五十万块的表 还有颈尖那条靓丽的红宝石项链 沈新月看她的眼神 已经完全充满敌意 时间还不到三个月 秦毅许诺的对象就换成了别人 她从顾清和那只唠叨心动的体验感 一点实际利益都没有 叫她怎么甘心 当然 她在心里又骂我傻 我握着酒杯慢悠悠的品尝 很期待她接下来的动作 沈新月果然跟我想的一样 又回头去找秦毅 据林笑笑查秦毅手机截图下来的聊天记录来看 她向秦毅坦言自己和顾清和之间是清白的 还有他们分手的原因 只是秦毅有了林笑笑 哪里还会去关心她有没有被别人睡过 也不相信 再说 经过这件事 她已经很清楚沈新月的为人 最让她担心的是 居然有人拍到他们在一起过的证据 秦毅让人去查 却一无所获 沈新月现在纠缠她纠缠得很紧 她还开始给林笑笑发威胁的短信 三个人的感情是真的很纠葛 也很精彩 沈新月希望秦毅回到她身边 但这注定只是她的一厢情愿 公司里开始传出秦毅和林笑笑在一起的八卦消息 消息是我放的 林笑笑勾着秦毅在会议室的时候 股东大会的投影亭上出现的是她低吼的画面 秦毅被约谈了 她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被开除 宋氏不需要支付任何违约金 或者 自己走 权衡之下 秦毅选择了主动离职 那么脏的男人 我连她一面都不愿意再见 让人把求婚戒指还给她 我将她彻底拉黑 作为被未婚夫背叛的我 怎么能不找闺蜜倾诉一番 我抹了辣椒水 去找沈新月哭诉 你跟秦毅就这样 结束了 秦毅什么都不是了 我也什么都没有了 沈新月很震惊 我透过泪水看着她五彩斑斓的脸色 这一刻心里的痛快 无法言喻 前妻那么多的铺垫 为的不就是现在和接下来看戏吗 她背叛了我 新月 她背叛了我 沈新月突然问道 会是谁干的 为什么跟我的情况那么像 是谁盯上我 又是谁盯上秦毅 不得不说 沈新月比秦毅有脑子 但她没有任何证据 也就只能胡乱猜测 秦毅不是第一次在会议室和林孝孝做 她越来越大胆 好像宋氏真是她开的一样 她离职后 林孝孝就消失了 没再出现过 而她花在林孝孝身上的钱 也拿不回来了 秦毅这些年的存款 我多少知道个大概 秦妈妈每个月在疗养院的费用 本来就不低 现在她又砸了那么多给林孝孝 口袋应该空了 虽然她担任过总经理一职 可是高管的月薪并没有多起眼 大头都是在奖金和分红里 又回到穷小子的秦毅 找不到我 居然找沈新月借钱 这还是沈新月告诉我的 清清 幸好你没跟她订婚 你都不知道她现在的样子有多落魄 她这次应该被打击得不轻 完全变了个人似的 我洋装亚裔 啊 不应该啊 她这些年 应该也攒了不少钱才对 说到这个 沈新月就快被气死 哼 还不是她那个秘书给她挖的坑 把她的钱都骗光了 气死了 气死了 我为了维护形象 都不敢乱花她的钱 那个林笑笑太贱了 秦毅也是个垃圾 居然还敢威胁我 等她在心里骂骂咧咧完 我才问她 那你戒了吗 嗯 戒了一点 看在她过去对你那么好的份上 我帮她一次 我心里冷笑 是看在你们俩自己过去的情分上吧 跟我有什么关系 再说 秦毅还有什么能威胁到你 我必着眼都能知道 假装伤感过后 我还是语重心长地劝她 不好意思啊 新月 是我连累你了 下次她 要是再找你要钱 你就报警处理 沈新月心不在焉地点头 别光说不好意思啊 我为你花出去的钱 你还我就行了 宋清清 你以前不是都很大方吗 我可是把我的私房钱都借出去了 我听着她的心声 心情一阵愉悦 沈新月现在认识的有钱人里只有我 所以最近也是很频繁地约我 我当然不能让她失望 周末顾清和的生日会 我主动提出带她去 轻轻 谢谢你 我想好了 不能当恋人 做个朋友 也可以 沈新月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一样 同意参加 可她心里分明不是这么想 调到一个算一个 不是顾清和 别人也可以 我对她的三观 已经不想点评 其实她本身条件还可以 却心比天高 经历过像秦义和顾清和这样的男人 她确实不可能再单纯地去接受 普普通通的白领 既然她自己不愿意清醒 就让现实狠狠打她的脸吧 顾清和的生日会 真的是灰金如土 桌上的一瓶酒 就能抵沈新月衣柜里最贵的那个包 她看红了眼 极度那么多女人 不断地往顾清和身边凑 终于按捺不住 清和 我们能不能谈一谈 顾清和懒洋洋地抬眼 细血一笑 她说 我跟一个和自己闺蜜的男友搞在一起的女人 有什么好谈的 沈新月脸色一白 下意识看了看我 清和 你胡说什么 顾清和冷淡地看着她 那种陌生贤恶的眼神 让沈新月深受打击 然而 等她跟秦义亲密的照片被甩在桌面上的时候 她站都站不稳 摇摇欲坠 顾清和是今天的主角 大家都聚焦在她的一言一行上 沈新月自大又无知 却落了个被所有人指着点点的下场 我把照片一张张看完 没有眼泪 也没有声嘶力竭 只是安静地看着她 看着看着 沈新月却突然情绪崩溃了 她指着我说 宋清清 你凭什么这样看着我 我不需要你怜悯 你早就知道了吧 所以才会带我来这里 是是是 就你是圣女 我们都是肮脏的凡人 哪个男人能受得了自己的女朋友 五年都不给碰 你在美 关了灯还不是一样 顾清和没想到 她会当场发疯 要让人把她拖出去 不过我让她先等一等 你说得对 但我也不是非秦义不可 你们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在一起 沈新月眼神躲闪 聂诺道 我 我 我们不想伤害你 呵 我勾了勾唇 不用我反击 顾清和就气得跳脚 沈新月像一只流浪狗一样 被扔了出去 听保安说 她在墙角又哭又笑了半天后 才疯疯癫癫地离开 公寓那边的管家向我汇报 秦义时常会出现在小区门口等我 于是我让助理抛售了那套公寓 我彻底搬回家里住 说实在的 如果不是我愿意见秦义和沈新月 他们这辈子 恐怕都没机会和我面对面 顾清和问我 就这样解决完了 我想了想 就这样吧 但他有些意犹未尽 还让沈新月误会 那些照片是他花了一大笔钱买的 而沈新月能想到的人只有秦义 据说 沈新月找秦义还钱 秦义躲起来不见他 他到疗养院守株待兔 秦义误以为他要伤害他吗 两人争执间 不小心误伤了一位路过的老人 而他们当场吓坏了 竟然没有及时施救 反而跑掉 虽然最后老人没有大碍 但他们的行为太过恶劣 家属无法谅解 选择报警 他们两个现在应该正在吃官司 我听顾清禾说起时 眼皮一跳一跳的 有些担心那无辜老人家的安危 去查了查 幸好老人家是真的没事 不久后 我正式接管送事 在聘任书下来的那个周末 我爸为我举行了一场宴会 来的都是当地的名门望族 其实我还是不大喜欢这样的场合 不过今晚各位夫人看我的眼神 都带了几分亲切的笑意 我一头雾水 还是顾清禾给我解了祸 哈哈哈哈 你不知道吗 你现在就是那些沈沈们的香伯伯 沈新月最后说的那句话 四舍五入 宋家千金还是个干干净净的女儿身 泽 清清 你该不会是那方面冷淡吧 我咬了咬牙 脸都黑了 没人喜欢自己的私事 被大家拿来当谈资 我踹他一脚 你怎么没让那天在场的人 嘴巴炎一点 哎呀 我忘了 但是我同时也很震惊啊 我不觉得这是件好事 一赌气 拉着顾清禾就往外走 去哪 去夜店 被他这么一提 我现在想起那些沈沈依依的眼神 就浑身不自在 咋的了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还把女人定在条条框框里 真是的 我说 他们一上来 怎么就夸我乖 顾清禾在一旁快笑抽了 但是 我没想到 在路上会遇到顾清禾 她先是看着我和顾清禾 拉在一块的手 皱紧了眉 接着问 宴会要开始了 你们去哪儿 有了前几次的经验 我猛地回头 要捂住顾清禾的嘴 但显然 有点来不及 哥 她让我带她去夜店找 今天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